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说 美国移民局将于周日开始大规模的搜捕和驱逐无证移民 如果美国移民局周日真的采取行动 会出现怎样的一个状况 并且那些移民家庭有权利像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的那样 选择不开门吗 请教您 我们确实看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举措 可能会在美国国内的社会引发新一轮的恐慌 针对移民的政策的一些走向 已经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反弹 而当前如果特朗普推出这样比较极端的政策 首先对于很多民众来说 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不是会造成家庭的分裂和分离 而另外这样的一种举动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的反弹 包括这种暴力行动的反弹 也是美国政府必须要考虑到的一种前景 而对于当前这样的一种政策来说 我们也可以看到民主党以及美国国内 有很明显的反对之声 而佩洛西所说的不要开门这样的一种做法 其实更多的是反映出对这样的一种极端 甚至有一些极优的政策 美国国内是有反对之声的 那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就认为说 特朗普下令大规模搜捕和驱逐百万无证移民 是为了选举 为了激起美国民众对于非法移民的恐惧 从而选择支持他 是这样吗 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吗 并且我们试着客观的来说吧 特朗普此举究竟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任之后 他的政策的走向有一些非常鲜明的特点 而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非常认真的在履行自己的竞选承诺 在竞选期间 特朗普就曾经提出 一旦自己成为美国总统 那么要在移民和难民等问题上 继续收紧美方的政策 而这样的一种主张 在他就任之后 确实是在不断落实的过程中 而为了在美墨边境修墙等一系列的问题 还曾经引发了美国历史上 最长时间的政府停摆 而这一系列的动作 很多人是不能够理解的 甚至认为这样的一种举动 是极端和疯狂的 但是从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自身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一种主张的背后 其实有一系列非常精细的考量 首先他看到的是 自己能够当选美国总统 背后的支持者 他的基本盘中 很多人对于当前美国社会的发展 是有不满的情绪的 而这些人也会把自己的怒火 发泄在移民和难民 给带来的这种美国社会的变动上 所以特朗普认为 自己的基本盘中 对于当前自己这种 不断收紧移民难民政策的行为 是持支持的态度的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不断释放出强烈的信息 来巩固自己的基本盘 为未来的竞选连任 创造更多的条件 而对于移民和难民的态度 在他看来 在美国社会当前发展的进程中 移民带来的是问题 而不是美国社会发展的一些积极的因素 所以他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自己 对于移民和难民的相关的政策 当然这样的一种做法 当前在美国国内是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 包括民主党认为 特朗普这样的一种做法 在美国社会中制造了更多的分裂和分歧 制造了更多的社会的不稳定性 而另外这样的一种做法 确实会对特朗普竞选连任 产生一些积极的效果 所以对这样的一种做法 民主党持批评的态度 也是在意料之中 而我们再来看 就在11号 特朗普宣布放弃在2020年 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问题 同时签署行政令 要求美国商务部通过其他方式 收集美国公民的身份数据 据说利用人口普查查明 美国公民身份是特朗普 心心念念要做的事情 现在他为什么又放弃了 而这个举动于他12号 立即宣布要开始大搜捕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也请教您 特朗普的政策走向 有它的一贯性和一致性 他也是非常的清楚 非法移民问题 对于当今美国社会 所造成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在就业经济等方面 产生的一些影响 在他看来呢 未来呢 美国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 来管控可能出现的问题 而首先摸清情况呢 是他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 所以通过人口普查的方式 来进行摸底 一度呢 是他试图达到自身目的 所做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举措 确实从操作上来说 就有一定的不可操作性 而另外呢 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可能会给美国社会 带来更多的动荡 因此呢 遭到了其他方面的批评 而最终没有得以落实 而现在呢 特朗普又推出了 其他的带有极端性的政策 这说明呢 他仍然坚持 自己在移民难民政策上的 总体的走向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为自己的政策 贴上鲜明的标签 进而呢 在美国社会 引起他所期待的 一种化学反应 接下来我们就特朗普政府 拟驱逐百万非法移民的 相关问题 要请教在南卫视 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苏女士您好 我们要和您继续 相关话题的探讨 那么在特朗普 移民政策的主导下 目前美国移民局 甚至是已经删除了 美国是移民国家 这样的说法 特朗普这一连传的举动 对于一个曾经以移民文化 自豪的移民国家而言 又意味着什么呢 请教您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之后 美国的移民政策 移动的移 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 移民政策 怀疑的移 而这样的一种 带有怀疑性质的政策 其实说明 当前美国社会的内部 美国的政治生态 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从美国的精英层来看 应该说很多的政治精英 在反思当前美国 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 为什么美国在全球的 这种绝对的实力 在呈现一种相对下降的态势 美国似乎没有过去那样伟大 而从民众的角度来看 很多人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 生活的状态也出现了一些 令人不满意的发展 而这些人在进行反思的过程中 很大的程度上 会把责任归咎于其他国家 包括来到美国的移民和难民 而这样的一种想法 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中的 一些负面的因素 使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种 民粹主义的情绪不断的发酵 而发酵的过程中 又带来了更多的仇恨和分裂 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所以当前政府的这种移民的政策 怀疑的移 肯定会加剧移民政策 移动的于更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而这样的一种影响 对于美国未来的发展 长期的发展 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好 谢谢苏女士的分析点评